在大陸是没有汽车旅馆的 不过来看到现在很多大陆团来到台湾 住在饭店跟旅馆 因此他们对汽车旅馆非常的好奇 像为什么叫做汽车旅馆呢 还有为什么情趣用品这么多 还有爱蒙鱼缸会不会使用呢 位于设备一体有没有遮蔽 这些的台湾的汽车旅馆 让大陆客真的觉得很新奇 从没见识过什么叫汽车旅馆 陆客相当好奇 都住过汽车旅馆在台湾的时候 没有 都没有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看看吧 是陆客看 看一下 来来来 路克走过大江南北 对什么都碰过 唯独对按摩浴缸没什么印象 这个啊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啊 按摩壁 啊 按摩壁啊 哎呀 大神比较厉害啊 来到汽车旅馆的陆客 对卫浴设施通常停留最久 有错 应该大陆会有 大陆会有 什么好想 他想耶 那是吗 大陆会有 老夫老妻才有 不要 不要 按摩浴缸它的使用方法就是 水药到八分满之后他才可以启动 那陆客他们可能没有使用过这样子的按摩浴缸 所以常常会打电话去询问外台说怎么不会动啊之类的 除了按摩浴缸之外 情趣已也是陆客经常询问的问题 尤其对保险套要钱很有意见 这保险套啊 这保险套啊 这不用啊 年轻的时候也不用啊 天啊老啊 要想这样干嘛 在大陆啊 这个不用钱的你知道吗 不用钱啊 高雄市这家汽车旅馆97个房间今晚被陆客团定走了63间 五一廉价也几乎天天各满 订房档期延续到暑假 让其他同业纷纷也想来接陆客团 中期新闻陈生一孙眼狱高雄报答